鱼雷作品 奇观恍欲有百千色 十方微尘朴佛世界一时周变 变贯十方所有宝刹诸如来顶 玄至阿难及诸大众 告阿难言 无尽为乳建大法床 亦令十方一切众生 或妙微秘性静明心得清静眼 阿难 乳先达我见光明泉 此泉光明因何而有 云和成泉乳将随见 阿难言 由佛全体严福坛今细如宝山 清静所生固有光明 我十眼观五轮止端 屈卧世人固有全相 佛告阿难 如来今日十言告乳 诸有智者要以辟喻而得开悟 阿难辟如我权 若无我手不成我权 若无如眼不成如剑 以如眼根立我权理 其意均否 阿难言 为然是尊 既无我眼不成剑 以我眼根立如来权 是意相类 佛告阿难 如言相类是意不然 何以故 如无守人权必尽灭 比无眼者非剑全无 所以者何 如是于图询问盲人 如何所见 比诸盲人必来打辱 我今眼前违见黑暗 更无他主 以示意 观前尘自案件 何亏损 阿难言诸盲眼前 为诸黑暗 云和成剑 佛告阿难 诸盲五眼 为观黑暗 与有眼人处于暗示 二黑有别 为无有别 如是世尊 此暗中人 与彼群盲 二黑较量 增无有益 阿难 若五眼人全见前黑 忽得眼光 魂于前尘 剑种种色 明眼见者 彼暗中人全见前黑 忽获灯光 亦于前尘 剑种种色 应明灯剑 若灯剑者 灯能有剑 自不明灯 又则灯观 何观如是 事故当之 灯能显色 如是剑者 是眼非灯 眼能显色 如是剑性 是心非眼 阿难虽父 德文誓言 与诸大众 口以默然 欣慰开悟 游记如来 词音宣誓 何掌清心 祝佛悲悔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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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着上一集来讲 佛陀听到了 阿难说的这些话 他从胸口的万字符 放射出非常明亮的 成百上千种的珍宝光芒 这些光芒相互映照 照遍了已经显现出来 已经被佛合成一世界的十方佛徒 给所有佛徒中的所有佛陀 进行光芒灌点 然后这些光芒又收射回来 照射到阿难等在座大众的身上 这次放光和前面放光一样 都是表示 接下来要讲的内容 非常的核心 非常的秘密 至关重要 同时也表示 释迦牟尼佛和十方所有佛 同意地位 同意口径 接下来要讲的内容 不是释迦牟尼佛个人独创 是一切佛都认可的 都宣讲的真正佛法 佛陀说 通过接下来的内容 我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大法床 让所有见到 听到 触摸过这个法床的众生 都能够真正明白自己那个微妙难言 最为秘密 本来清静 安乐祥和 明明了了的自信 得到能够识别正法和写法的清静之眼 阿难 刚才你回答我问题的时候 你说你看见了我的光明权 并且还说 甚至你的眼睛都被光明晃得看不清东西了 那你现在说说看 这个光明权 是因为什么出现的 怎么形成的 你又是怎么看见的呢 好像这个问题已经出现过两次了 只不过这一次的问题稍微多了一点 阿难又一次毫无犹豫地回答 他说佛呀 因为你的全身都放射着很健康的小麦色的宝光 这些宝光形成了你光明权的光明 然后我眼睛就看见了你的手掌 我眼睛又看到了你的手指 然后我的眼睛又看到你的手指曲了起来 成了拳头的样子 阿难啊阿难 都这个时候了 他还是抱着刚才反复被佛否定的答案不放 又一次回答是用眼睛看到了佛的光明权 佛陀回答他说 阿难 我最亲近的兄弟 我今天要把交心的话跟你说了吧 坦白告诉你 所有有智慧的人都能够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 都能够通过打比喻就彻底明白精妙的人 这句话真的是佛很坦白的话 我们诸果仔细地阅读佛经 那佛经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 千奇百怪的说法 言语 例子和故事 如果你把它当成真事 那你就和阿难作伴去了 如果你把它看成荒诞不羁的奇谈怪论 那你成了进了宝山空手而回的人 实际上 佛经里面讲的都是比喻 都是用来指着月亮的手指头 如果你能够去思考比喻背后的深意 能够不看手指头 而是顺着手指头的方向去看一眼月亮 你就能够跳出深坑 尽享风光 佛陀继续说 比如说 你所看到的我的拳头 如果没有我的手就不会有我的拳头 没有你的眼睛你也看不到东西 也就不会看我的拳头 那么阿难你说说看 我的手和拳头的关系 你的眼睛和看东西的关系 这两样一样吗 阿难说 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复杂 离了我的眼睛就看不见东西 离了佛的手就不会有佛的拳头 这两件事是一样的道理 佛说 阿难你又错了 你觉得这两个道理一样 其实他们二者之间差别太大了 为什么呢 如果一个人没有了手 这个人肯定不会有拳头了 可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眼睛 你不能说他看东西的能力全部没有了 听到佛这么一说 阿难当时一愣被造蒙圈了 佛陀说 阿难你想想看 当你在路上 随便问一个盲人你能看见吗 那个盲人肯定说 我的眼前除了一片黑暗 什么都看不见 那么 这个没有了正常眼睛的盲人 他能够观察到黑暗 黑暗 或者说没有任何光线信息 这个是盲人的眼尘 你不能说他什么都看不见 他能看见的这个作用 并没有缺失 阿难这个时候受不了了 他直接反问佛说 那么盲人的眼前 只能看到一片黑暗 他看不到我们正常人眼睛 能看到的花草树木啊 你怎么能说他看见东西了呢 佛陀说 阿难 你说说看 盲人没有眼睛 他所看到的黑暗 和正常有眼睛的人 在没有任何光线的暗示中 能看到的黑暗 这两种黑暗有没有区别呢 阿难说 不管是没有眼睛的盲人 还是有眼睛 处在没有任何光线的暗示中的正常人 他们二者看到的黑暗没有差别 这个黑暗当然一样了 佛说 那么 那个因为没有眼睛 而不能看到东西的盲人 如果说他突然得到了功能 正常的眼睛 能够看到种种事物的时候 按照你的理解 应当称作眼见 处于暗示中的 有眼睛的正常人 突然看到了暗示中出现了灯光 能够看到暗示中的东西的时候 按照你的理解 是谁在看 是灯在看呀 如果说灯能看见东西的话 灯就不是灯了 灯能看见东西的话 那是灯的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阿难你要明白 灯只不过提供了光线 这个光线被眼睛接受了 才会产生看见东西的可能性 而你的眼睛 只是接收光线的工具 真正能够对光线信号和后来的神经信号 进行分别和辨认的 真正具有能够看见东西功能的这个见性 才是你的真心 而盲人他只是丢失了看见东西的那个工具 眼睛 他并没有丢失那个能看见东西分辨和辨认功能的见性 这个才是你的真心 哎呀这句话挺绕的啊 佛讲到这儿真是苦口婆心了 对呀 大家想一想 我们之前分析过的看东西的过程 外界的光线 眼睛的角膜 精状体 红膜 玻璃体 视网膜 视神经 视觉中枢等等 这些条件都充足的情况下 也不过就是完成了外部光线信号 进入大脑的一个工作而已 真正对这些信号所代表的图像 进行分析辨认和反应的 才能称得上是我们真正的自己 才能称作是我们的心 其实换用佛陀在前面所说的方法 远所遗者 非汝即水 我们仔细观察和分析 能够看到东西过程中的所有组件 包括光线 脚膜 红膜 视网膜 视觉中枢等等 这些具体的组件 每一个都能仔细分割 也就是说 这些组件 你都可以从时间空间 各种前提条件的角度 去分析它们各自的音和圆 凡是能够被因缘包含的 就有生有灭 就不是真实可靠的 只有那个不能用因缘解释的 才能称得上是我们自己 结论就是 真正能够分析判断 表现在视觉方面 真正能说得上是具备看东西功能的 其实就只能是我的心了 它不是眼睛这个工具 更不可能是其他别的东西 佛陀所讲的这个理由 阿难听得清清楚楚 甚至包括其他在场诸位 也都听见了 但是他们在座的人 都和此时此刻的你一样 都没有真正明白 里面的真正含义 都还在默默地思考和等待 等待佛陀进一步地讲解 我是玉雷 下集我们进一步来讲解 下集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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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